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八章全面预算 全面预算这一章呢 从我们以往的考试来看的话 就是既有客观题的考点 有一些主观题的考点 主观题呢其实我们从以前的年度来看的话 它主要就是现金预算的编制 但实际上我们说日常业务预算 有的时候也可以吃出这个计算题 那么我们今年教材和去年相比的话呢 它的变化呢主要是 一个呢是把有关这个增量预算 零基预算 还有弹性预算这些定义呢 重新做的表述 并且呢对于这个零基预算的 这个适用范围呢 做了一下相应的这个增加 所以实际上它总的变化也不是很大 就是把有关预算编制方法的定义 还有相应的这个适用范围 增加了一些相关表述 我们整个这一章呢 是包括四节内容 相对来说呢我们比较重要的 应该说是我们后面这两节 特别是像我们主关题的考核 如果考我们的话 主要是第四节 就是现金预算的编制 是以往考试 比较喜欢考的 像我们去年 还有这个前年 连续两年都是考我们 现金预算的编制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全面预算概述 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全面预算 是吧 其实我们先来顾名思义一下 什么叫预算呢 我们说预算是一个预先的打算 预先的安排 等于说对我们的未来的 是吧 它是对企业 未来一定时期的这个经营啊 财务 我们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一个计划 是吧 就是我对于未来的一个 就是预先的安排 预先的打算 但它这个预算啊 相比较我们这个 就是一般说的计划来说呢 它应该呢 就是说 更加是什么呢 就是说 是更加具体一些 它可以说是我们计划的一个 数字化 表格化 明细化的表述 就是把这个计划呢 更加具体了 是吧 是用这个数字的形式啊 通常我们要列 有很多预算表啊 要有表格的形式 把明细化来表扣它这个计划 那么全面预算特征 为什么称为是全面预算 那它体现就是说 三个方面 一个是全员 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应该全员 来参与这个预算的这种 编制和这个执行的这种问题 是吧 还有呢 全过程 企业整个生产基因过程 都应该有预先的 这个安排 预先的打算 还有全部门 每个部门也应该有 它的相应的预算 就是它的这个全面预算 它的特征 是吧 全员 全过程和全部门这个特征 那么对于全面预算呢 按照不同的角度啊 有不同的分类 如果我们按照全面预算 它所涉及的这个预算期的 这个长短的不同啊 我们把全面预算可以分为长期预算和短期预算 那么这个长期和短期啊 一般来说我们是一年为限 常见的长期预算 包括我们的长期销后预算啊 资本支出预算 另外长期的资本筹措预算 以及研究于开发预算 所以这块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像研发预算 我们把它是作为长期预算 然后短期预算的主要是 就是年度 那甚至可以更短 是吧 比如说季度啊 月度啊等等这样的 就是通常我们把年度预算 以及啊 就是就是一年级以内的这种设计的预算期 是一年级以内 这边是短期预算 第二个按它涉及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面预算 分为综合预算和专门预算 那么综合预算的主要是一些 就是我们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的一个总体的 这个状况的预算 主要就是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预算 是吧 就是我们有关的报表 就是利润表的这个预算 因为我们要编制一个预计的报表 那么预计的利润表和预算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 这是我们的综合预算 因为它是把企业的这个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总括的反映在我们这个报表上 所以可以说是各种专门预算的综合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这个预算的编制 你会注意到我们的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预算 它是以各种专门预算为基础 来汇总编制 对吧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最基本的 你要编利润表预算 我的收入呢 我得根据销后收入预算来 成本费用 根据各种成本费用的预算 是不是 所以它要根据相关的预算提供数据 所以它们是总预算 综合预算 然后专门预算 就是我们除了这个预计报表以外的其他 都是反映某一个特定方面的 经营活动的预算 是专门预算 是吧 这是谈第二种 按它涉及的内容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综合预算 它主要指的是利润表预算 资产负债表预算就可以了 其他都是属于专门预算 那么第三个 按它所涉及的业务活动的领域 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面预算呢 分成三大块 第一块营业预算 有的时候也称为日常业务预算 这营业预算呢 是针对企业日常的共产销 这个日常的这个业务的预算 所以它的预算的内容 包括我们的销售啊 生产啊 各种成本的有关预算 是针对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编的预算 就是营业预算 那么投资预算 也经常称为是资本支出预算 或者资本预算 是针对特定的长期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资产投资项目 是吧 比如我要构建固定资产啊 买无形资产等这些 是资本支出预算 是吧 这是针对特定的 就是我们的中选的这个方案 我们来编制这个预算 资本支出预算 然后第三大块是财务预算 财务预算呢 它是有关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的利润 现金和财务状况的一个预算 是吧 可以说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财务预算 它其实是要以前面两个预算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有关的日常业务啊 包括投资啊 那我们最终 我们其实它这个企业的这个 比如我们通过这个销售 我们会产多少现金的收入啊 有关我们的这些成本预算 会有哪些成本支出啊 所以我要反映在我们的这个 一个是现金预算里面 要按照收复实现制 来反映我的现金的收入支出 还有呢我们的预计的财务报表 利润表资产负债表 这是反映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的一个 我们前面讲综合预算 所以这块大家在客观题 要注意一下预算的分类 是吧 就是营业预算 你就记住 它是针对日常的生产经营业务来说的 是吧 针对日常的 生产 经营 这个业务 我们所编制的预算 就是营业预算 而投资预算 它不是这个经常性的 是吧 它是资本支出 是吧 可能是这种 针对这种一次性的 或者临时的 这种重大投资项目来编的 而财务预算呢 是针对我们的 呃 就是预计的报表 还有预计的现金 这个预算 是吧 就是我们相对包含了 呃 两类吧 一类是现金预算 注意它属于财务预算 还有预计财务报表 属于财务预算 所以 这样一来 你看我们全面预算内容啊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谈的 这个 我们所涉及的 这个业务活动的领域 我们就可以把 你的全面预算的内容呢 分成了三大块 一个是资本支出预算 还有日常业务的 这个经营预算 以及我们的财务预算 是吧 我们教材呢 给了一个图18到1 就是我们整个的 全面预算体系 我们刚才谈到了 像现金预算 还有利润表 以及资产负债表预算 这个上是我们的财务预算 对吧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财务预算 它其中有很多箭头通过来 所以我们其实 财务预算 它是从这个价值量的角度 来反映企业预计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 以及现金的 这个 就是收支啊 或者筹措安排 这些方面的 那么这三个 你注意它都是属于财务预算 那么日常业务预算呢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产经营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 生产啊 材料 采购啊 人工 费用 成本 这些都属于日常业务预算 另外资本支出 它不是针对日常经营业务的 那资本支出 企业不可能每天都有资本支出 它可能就是说 一些重大的 是吧 就是这种 就是一次性的这种特定的中选方案 所以这三个 三类吧 有它各自的特点 是吧 我们先看一个多选题 问一下你下列预算中 属于财务预算的有 我们给大家强调了 财务预算是现金预算 和预计的财务报表 所以的话 那么现金预算 利润表预算是的 而这个销售和生产预算呢 是我的营业预算 是日常业务预算 对吧 所以应该选择C和D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问你下列关于财务预算表中 正确的有 A呢说财务预算 多为长期预算 大家想我们财务预算的内容 包括什么呀 预计的利润表 预计资产负债表 还有我们的有关现金预算 它一般来说 它都是针对什么呀 就是短期的 对吧 你看我们报表 一般都是年报啊 或者说有什么中期报告 或者季报 它的期限 设计的期限是少于一年的 所以这块就不对了 应该多为什么呀 短期预算 而不是长期 所以我们这个A就不对了 然后B呢说财务预算 多为专门预算 我们刚才谈了像 预计的利润表 和资产负债表预算 是综合预算 所以他也说错了 他应该多为综合预算 然后再看C 财务预算是关于利润 现金和财务状况的预算 那就是我们的预计的利润表啊 财务状况不就是资产负债表吗 还有现金预算 这当然是了 对吧 那么财务预算 包括现金预算和预计报表 所以C和D都是正确的选项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考点 就是全面预算作用 我们刚才强调了 预算的 它是针对未来一定时期的 这个计划的一个具体的安排 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一个 预先的打算 预先的安排 那我们定好了 这个未来的这个具体的计划了 那你可以把这个计划 作为我的奋斗的目标 对吧 然后它也是我们协调的工具 实际上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 这个全面预算的编制 其实我们各个预算 只要有一定的勾计关系 那么实际上在编预算的时候 就要相当于是要协调 企业相应的这个资源 所以预算也是我们协调的工具 同时也是控制的标准 对吧 也就是我们日常经营的话 要以预算 作为我的这个控制的标准 最后呢 当我的实际结果出来了 还要跟预算去对比 进行考核 也是考核的依据 是吧 所以这个作用 四个方面 大家大的方面 按照常识理解一下 是吧 你就预先定好目标了 所以它就是你的奋斗目标 也是我们用它来去协调 是吧 然后同时用它来控制 最后用它来作为考核 我们考核的这个依据 这是谈的这个 第一节 针对一些客观题的点 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节 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 全面预算编制方法呢 我们书上谈了有三对 预算编制方法 每一对这个编制方法 它的优缺点正好是反着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对 增量预算法和灵机预算法 那么增量预算法 也成为调整预算法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以历史期的实际活动 和它有关的预算为基础 就它是根据过去的 就是说什么叫增量预算 就是以过去的这个 有关它的这个实际数 或者我们过去所编的预算为基础 我们去经过调整 是吧 你结合未来的 我们预算期的一些可能的变化呀 或者有关影响 其实就加加减减 去调整来编制出来的预算 那就是所谓增量预算 也成为调整预算 那大家看一下 由于这个编制 它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的 这个有关它的这个 经济活动的情况 或者它历史的有关 这个以往的预算的这个项目 或者数额为基础来编制调整的 所以我们的编制工作量小 这才是优点 但是缺点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 一旦要是说我们 原来的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 历史的这个经济活动 和我们的未来的这个经济活动啊 不太一致 是吧 或者说我们的 如果预算期的情况有变化了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受到 这个我们的历史的这个 不合理的因素的这个干扰 是吧 而且呢 呃 我们可能不利于调动各个部门的 达成预算积极性 是吧 因为它觉得反正都是 根据过去的数据简单 简单的去调整 是吧 所以它可能不能够充分的挖掘 我们啊 就是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要 把降低成本啊 或者提高利润这样的这个积极性 是吧 所以这块我觉得不用特意去背 你就去理解 就是说它实际上 增量就是以过去的历史数据 以机器的数据为基础 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是吧 优点就是工作量小 但是缺点呢 可能不太准确 原来不合理的 你可能就保留了 对吧 那原来我们没有预测到 我们新的有出现新的变化了 那我原来没有 我就不给人家安排 所以这样不准确 而且也不利于调动 我们各个部门的这个积极性 是吧 那我们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呢 我们就用零机预算法 那么零机预算法呢 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不考虑历史期的 这个经济活动啊 或者它预算了 是一切从零开始 是吧 我们根据实际的需要出发 我来考虑我们的预算期的 它的这个 进行活动的安排 是吧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不会受你这个 机器的这个费用项目 或者费用水平的这个影响 它是完全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的 所以可以调动我们各个部门的 就是有关降低费用的积极性 是吧 但是缺点呢 编制工作量大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比来 就它的优缺点正好是反着的 但是也正由于零机预算啊 它是一切从零开始 编制工作量大 所以才在实物中呢 其实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针对一些 比如说不经常发生的一些预算项目 或者说我的预算编制基础啊 变化比较大的一些项目的预算 我们就用这个零机预算 是吧 那实际上也 对于各个 各种预算都是可以的 是吧 它适用于企业各项预算编制 但是最常用的是吧 是针对一些 就是我们可能预算编制 就会有很大变化 每一期可能都会有 它各自的不同 那么这时候就要 零机预算好一点 是吧 或者对一些 有些不经常发生的预算 那我们其实就有必要用 零机预算的方法 是吧 所以这是谈的有关 这个预算编制第一顿 是吧 增量预算和零机预算 它们优缺点 你对比来记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结合例题啊 大家先看一道单选题 它说不受前期费用项目 和费用水平的限制 能够克服增量预算方法 缺点的预算方法 那你想克服增量预算的缺点 不就是零机吗 是吧 增量是以 机器的成本费用为基础 是吧 是以历史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业务活动啊 或者历史的这个预算数 和这些数据为基础来编的 而零机预算一切从零开始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简单了 应该选C啊 我们再来看 14年这个考题 它问你 和增量预算的方法相比 零机预算方法优点 零机预算 我们说它的缺点是 编制工作量要大 它说小的这个不对了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 比如说可以重新审视 现有业务的合理性 那当然是个对啊 因为零机算是一切从零开始 所以你看我们考试 它通常 它可能不一定是说上原话 但是你要理解 是吧 我们一切从零开始 那我就重新审视 它业务是不是合理 对吧 可以避免前期不合理费用项目的干扰 对吧 因为你要是 增量预算的话 就是以前期的 这个费用为基础 那就原来不合理的 可能就会 等于说我们有可能 还会继续保留下去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我们说C是对的 可以调动各个部门降低费用积极性 这也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对 注意它们相对比的优缺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对 就是固定预算法和弹性预算法 那么固定预算法和弹性预算法呢 它实际上是根据这个业务量基础的这个数量特征的不同的一个分类 固定预算也称为静态预算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根据预算期内正常的可以实现的某一个固定的业务量水平 是吧 就是根据某一个固定业务量水平作为唯一基础来编制 那么由于它是针对某一个单一的业务量水平来编制的 所以一旦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未来的实际的这个业务量有很大的变化 那这样一来你的可比性 你拿这个 比如说我们原来编预算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的销量是一万件 那我们最后实际销量是两万件 那你说你拿你的实际的这个两万件的收入和预算的收入去比就不可比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说什么呀 适应性差 可比性差 缺点 那我们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 就是企业精英业务稳定 产销量比较稳定 那您可以用这个方法 或者是对一些固定预算 因为它和业务量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可以用这个固定预算法 我们再来看弹性预算 也成为动态预算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固定预算是以单一的业务量为作为唯一基础来编织 而弹性预算呢 它就是要针对什么呀 一系列业务量水平 是吧 就是根据我们预算器内相关的业务量 就是有可能的这种业务量 是吧 根据它一系列的这个相关业务量水平来编制 我们就称为是弹性预算 那么弹性预算的编制呢 它实际上就要以成本性态为基础 比如说固定成本它不变 但是变动成本随着不同的业务量 那它考虑随着业务量成正比例变动 对吧 所以实际上弹性预算 要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基础 是吧 那么我们按照预算器内的相关的业务量水平 它并不是单一业务量水平 所以优点正好就跟它 跟我们前面固定预算 等于说就是对你来说 我们的弹性预算就是 预算的这个适用的范围就比较宽 可比性比较强 对不对 那么同样弹性预算 它也是适用于我们编制全面预算的 所有和业务量有关的预算 我都可以用这个弹性预算法来编 在我们实务中最常用的就是像 比如成本预算 或者说利润预算 我们经常用弹性预算的方法 那么弹性预算呢 我们强调是要 针对一系列业务量水平来编制 那我们这个业务量 怎么去选择 首先呢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考虑 比如成本费用的编制 那你说这个成本 它受什么因素影响 比如我随便说 假设我说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电费 那你说电费受什么影响 那么这电费的影响 你可以说它是可能 跟我这个房屋的面积有关系 那我觉得面积会影响这个电 那么因为你要面积大 可能用的灯就多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那我也可以说是什么呢 我说如果我说 它可能和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因为有空调啊什么的 那它跟我这个设计的 这个房屋的温度有关系 对不对 如果我老是下天的时候 把温度调特别的低 是吧 那它可能用电也会比较大 所以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这个成本 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业务量 选什么最合适 是吧 所以就是说在选的时候 应该选择一个 最能代表我们生产 经营活动水平的业务量 我们说上也举了例子 就是在客观体里面看一下 如果要说这个企业 它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车间 那就用可能人工工时 它可能和你这个产品的成本 有一定的关系 但如果呢 我们是一个自动化的这个流水线 那你可能用机器台时 可能和成本关系会高一些 对吧 另外比如说像什么 我们修理维修部门 那可能它就会和你的修理工时 那么有关系 修理费的多少 可能和修理工时有关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应该选择是 最能代表经营活动水平的业务量 这是首先第一个 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范围 业务量的范围呢 我们说一系列业务量水平 并不是说就从零到无穷 那样的话我们就编母完了 是吧 所以要选择一个合理的范围 那么这个相关的业务量范围 是多大的范围呢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选择 正常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一百一十 是吧 或者呢也可以 是吧 你也可以按照历史上的最高和最低业务量 作为它的上下限 这是弹性预算啊 它的这个业务量的这个范围 反正我们编制预算的目的就是必须 要使得你这个实际业务量 是吧 不至于超出你的相关业务量范围 要不然超出这个范围 你将来对比找不到 是吧 找不到对应的 这是谈有关弹性预算要注意的 我们先看一道单选题 它说只是根据预算期内正常的 可以实现的某一个业务量水平 作为唯一基础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固定预算 也成为静态预算 是不是 所以应该选C的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弹性预算 因为我们刚才讲弹性预算是针对 就是相关的业务量水平 就是一系列业务量水平来编制的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成本 弹性成本预算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于弹性成本预算的编制方法 我们的方法呢 常用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公式法 还有一种列表法 我们先看公式法 其实公式法的话 就是跟我们以前所谈到的这个 成本的这个构成 大家看 按照成本性态 我们是把企业的成本呢 是分为两块 一个是固定成本 还有一块变动成本 因为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但是变动成本的特点是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然后我们的变动成本的总额呢 是随着业务量成正比例变动 所以是单位变动成本 乘上一个预计的业务量 所以公式法呢 它经常我们会提到一个成本直线方程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总的成本 我们比如用Y来表示 然后固定成本呢 因为我们说在相关范围内 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所以我们用一个常数A 然后变动成本的特点呢 它是随着业务量成正比例变动 但是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所以呢我们就把单位变动成本 用B 常数B来表示 然后呢业务量 比如说我们用X来表示 所以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成本直线方程 Y等于A加B乘X 这个A呢就是固定成本总额 Y呢 这个Y是我的总成本了 那B呢是单位变动成本 X是我的业务量 是吧 那么这个方法大家看它优点呢 就是便于计算任何业务量预算成本 因为X是业务量嘛 那你只要给我一个业务量 对吧 我们往里面一套的公式就可以得到 但它也有缺点 因为这个成本直线方程呢 它是要求呢 我要把所有的成本 都要给它分解为固定和变动 所以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像曲线成本啊 或者阶梯成本啊 那像这些混合成本 是吧 就等于我们前面讲的混合成本 那你就必须要给它分解 分解为固定和变动 是不是 那么你这样一分解的话 那当然就会有可能会有无差了 是吧 所以这个方法的缺点 就是说它必须要把这个阶梯成本 和曲线成本修正为直线 才可以用这个公式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例18到1 某企业制造费用中的修理费用 和修理工时密切相关 经过测算的预算期 修理费用中的固定修理费呢 是3000元 单位工时的变动修理费是2元 预计预算期的修理工时 是3500小时 让你利用公式法来测算 预算期的修理费用 那我们就按照成本直线方程啊 我们说公式法就是Y等于A加B乘X 按照公式法的关键呢 你把固定成本A找到 那像我们这里面已经告诉我了 我的固定修理费是A是3000 是吧 然后单位工时的变动修理费用呢 B呢是多少呢 是2 然后又告我们预算期的修理工时 是3500小时 X是3500 那我们的修理费就很简单 Y等于3000加上2乘以3500 对吧 就可以直接套这个工时就能够得到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这个例18到2 他说A企业经过分析呢 某种产品的制造费用和人工工时呢 密切相关 他利用公式法编制的制造费用预算 给了一个表18到1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业务量的范围呢 是从420到660 是吧 然后像这个运输费 你看它是变动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单位变动的运输费是0.2 单位变动的电力费用是1 材料费用是吧 是0.1 另外修理费呢 你看它是一个混合成本 那么按照公式法 它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方法 是吧 比如说回归直线法呀 或者所谓的什么高低电法等等的方法 要给它修正为直线 那我们这个已经修正为直线了 固定成本这部分是85 单位变动的修理费用 是这个0.85 另外油料费用也是混合成本 它也是给它分解了 分解为固定和我们的这个变动 是吧 像折旧和人工啊 都是我们的这个固定成本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混合成本 分解为我们的固定变动两块 然后我们就给它汇总 那我们总的A是593 加起来 总的单位变动成本加总是2.35 就是把这个B1加B5加起来是2.35 然后它还有一个备注 说一旦业务量超过600公时的话 修理费用中的固定费用 这个85 就会上升为185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根据这样一个 让你来列视我的成本直线方程 那我们可以首先来看 如果业务量要是小于 小于等于600小时的时候 是吧 我们有X表示业务量 这业务量它可以是产量 可以是销量 也可以像我们这么修理工时等等 是吧 我们这道题给的我们的业务量呢 就是工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告诉我们当这个X 要是就是等于说小于等于600公时的时候 我这个A呢 就是593 所以我们就是Y等于A呢 就是593 加上B乘X B呢就是2.35 乘X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再来看 一旦要是X超过了600公时 是吧 这个固定成本就会变成185了 就是其中修理费这块变成185了 那么我们总的固定成本呢 就是加总起来呢 就应该693 对吧 所以呢 我这时候我的Y呢 就应该等于693 加上2.35 乘X 是吧 那就是我们谈有关成本直线方程 是吧 我们来用公式法把它列出出来 然后这个公式有了以后 你其实你给我一个公式 比如说我告诉你我的X 我的公式呢 实际上是435公式 那我就是Y等于593 加上2.35乘435公式 就完了吗 对吧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 它便于我们直接 就是你可以给我一个业务量 我就可以直接算出来 它这个特定业务量下的这个成本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14年这个考题 说假公司的机床维修费呢 是半变动成本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什么叫半变动成本呢 我们说所谓半变动成本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固定的基数 是吧 在这个基数之上 随着业务量成正比例变动 那其实你要按照我们的成本直线方式来说 就是固定成本A 再加上一个B乘X 对吧 那我们既然Y等于A加B乘X 然后你看他说机床运行100小时的维修费用是250元 所以就说我们250它是等于A加上B乘上100小时 然后又说我们运行150小时维修费是300 所以就是300它等于A加上B乘上150小时 所以其实要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联力方程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 你要是如果我们把这个2减去1 这个A就可以约掉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解方程得到B 然后有了B了以后 然后你在随便带入公式1或者公式2 一解方程就可以把这个A也可以得到 所以他实际上就利用我们的这个成本直线方程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解联力方程 就可以得到这个A和B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他问的是运行时间是80小时 因为我们通过解联力方程A和B有了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套这个80这个公式 你看我们得到A是150 也就是Y等于150 加上B呢是1 1乘上一个X 那现在又告诉我们说 这个运行的X是80小时 你往里面一套 就可以算出来我们这个 有关它的这个总成本Y了 是吧 就是维修费就可以得到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列表法 那么列表法呢 它实际上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列表的方式 我们在相关范围内 每隔一定的业务量范围 我就要计算一个相关数量这个成本 是吧 那么按照列表法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第一个比较直观 你像我们刚才谈的公式法 你必须要计算 就像我刚才告诉你 我的公式是435小时 那我得把这个X给带到那公式里头 然后你去计算出来 但是列表法因为它是每间隔一个业务量 它就把那有关的成本就列出来了 那我们在做控制的时候呢 就是不需要经过计算 就比较直观 不需要经过计算 我可以找到和业务量相近的预算成本 这是它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公式法呢 你要想用Y等于A加B乘X 那就要把一些成本 特别是一些曲线成本啊 阶梯成本 需要给它修正为直线 是吧 但是列表法呢 不需要修正 它可以直接按它的成本性态来直接列试 就是不需要用数学方法 修正为直线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呢 也有缺点 就是用列表法 你是每间隔一个业务量 那么有相应的这个成本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需要利用 插补法来计算 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 可能会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 为什么说它 就是要利用这个插补法来算 这个实际业务量预算成本 我们说到这个例题 它是告我A公司用列表法编制的 这个六月份的制造费用预算 给了一个表18到2 那你可以看它也是针对一系列业务量水平 就是它的正常能力的70%到110% 就从420公尺到660 它是每间隔60公尺 就编一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变动成本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单用变用成本不变 所以它的变动成本总额就比较简单 就直接拿着业务量 乘上单用变用成本就可以得到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混合成本 按照列表法呢 它是不需要 给它修正为直线 它就按照它的这个成本心态 直接列试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固定成本 我们说这是不变的 那现在大家看 等于说这个表给我们了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他问一下你 假设我告诉你 我的实际工时是500小时 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呢 是1750元 我让你评价它的这个 实际成本的控制业绩 嗯 那大家看啊 就是我们在考核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对比的口径要一致 也就是说我们在 对比的时候 应该是把你的实际成本啊 和实际业务量下的 预算成本去对比 这个有点像我们前面讲 这个标准成本差异似的 是吧 就是说我们实际成本 和实际产量下的标准成本 那这块也是一样道理 如果你要把实际成本 和实际业务量 嗯 就是之下的这个预算成本去对比 那像我们这条例题 它的实际的制造费用是 1750 但这个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 我们怎么样来计算呢 你可以看我的实际工时500小时 但是 我们这个间隔60个工时来 列的这个列表的这个范围 你可以看到 我没有500公时这一点 我500公时是加在这个 480和540之间的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他要 可能要利用到内插法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我们已经知道 实际工时是500小时 那么这个实际业务量 预算成本怎么来算呢 那么其中啊 我们对于变动成本这一块 我们就是用 我们的单元变动成本B 乘上我们的实际业务量 对吧 乘上我们这个所谓X 那我们看这道例题的话 你看变动成本 我们的B是多少呢 三项加起来总共是1.3 对吧 所以我们就拿1.3 乘上一个我们的实际工时 500小时 对吧 因为你要考虑实际业务量的 预算成本嘛 所以1.3乘以500 那这样我可以得到650 然后我们再来看固定成本啊 我们先看简单的 固定成本不变 对吧 它是一个常数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我们这道题的固定成本 有折旧啊 人工 总共是400 不变 那就是400 现在关键是混合成本 混合成本呢 我们要利用什么呢 内插法了 就要利用插补法了 那么按照插补法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啊 由于混合成本 你像我们这个 这个表的这个相遇是第二列 就是480公时啊 等于说 这块是480小时对应的啊 那么这块呢 是540 540小时对应的 对于混合成本 我们最好是分项 就是每一个项目 因为它有它各自的特点 分别去考虑用它内插法来求 所以我们先来看 这个修理费 修理费你看 480的时候是493 我们540的时候是544 那现在我想问的是什么呢 就是内插了 公时为500小时的时候 这个x是多少 我们在前面讲过 内插法 任意两个横坐标差值的比 等于对应的重坐标差值的比 那我就可以拿任意两个横坐标 比如说x 我们的位置数 是吧 假设我减去一个493 比上一个分母 544 减去493 要等于对应的 它对应的公时 x对应的是500 对不对 493对应的是480 然后我们的分母544 对应的是540 减去480 那一解方程 我就可以把x得到 对不对 同理啊 我们对于油料费 也是这样的呀 就是我比如说我设为y 那么同理我们内插法 可以把这个y得到 是吧 那你看我们通过内插 我们算出来 这个x是吧 你看我们书上它通过 内插法算的这个结果 x是510 是吧 就按照我们这个 任意两个 费用的差值的比 等于对应的公时差值的比 就像这个求y也是 就等式左边 我们比如说 用y减204 比上一个我的 这个216 减去204 是吧 那么等式右边 就是一样的 和那个是一致的 也是500减去480 然后这是540 减去480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y 也就是我们这个油料费用 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通过计算的 我们算来这个y呢 是208 是吧 那么这个y是208 那要是这样以来 那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也就说 我们这个按照插补法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就是我的修理费呢 是510 然后我的油料费呢 是208 所以我们的总成本 是吧 那就应该是拿这个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650的变动成本 加上400 然后再加上这个510 加上208 那我们加总起来 实际业务量的 预算成本 是吧 也就实际业务量 这个预算的这个 总的成本 我们实际业务量 这个预算的总成本呢 我们算来的结果 就是1768 那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的实际成本 是1750 那么和他的实际业务量 的预算成本相比 实际上是节约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成本 应该说是控制的是不错的 对不对 你如果要是直接拿 这个我们相近的 比如说你拿 这480对应的这个成本 1721 好像我们成本是超值 但这样不可比 我们应该都用 同样的公时 都是500公时下 那个预算成本 对吧 所以就要把实际成本 和实际业务量的 预算成本去对比 对吧 就是谈有关列表法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 多选题啊 也是一个以前的考题 呃 他问一下你 用列表法编制 弹性预算的 主要特点有 A呢 说不管实际业务量 多少 不必经过计算 可以找到和 实际业务量相近的 预算成本 控制成本比较方便 那就列表法 比较直观 对吧 他不需要经过计算 所以这个是对的 B呢 就是混合成本中的 阶梯成本和曲线成本 可以按他的性态 直接在预算中反映 不用修认为直线 也是对的 对吧 然后再看C 评价和考核 实际成本的时候啊 往往要使用插补法 来计算实际业务量 预算成本 然后D说 不以成本性态分析 为前提 其实只要是弹性预算 别管是公式法 还是列表法 我们都是以成本性态 分析为前提的 对吧 包括你看我们刚才计算 成本我们的固定成本 总额不变 然后呢 变动成本是拿这个 单元不用成本 乘以业务量 是不是 像混合成本 你可能要利用插补法 这样 所以这个D就不对了啊 我们再接着看 第三对预算 就是定期预算 和滚动预算 那么这个分类呢 它是按照预算期的 时间特征的不同 给它分为定期和滚动 这个定期预算呢 它是以固定不变的 会计期 作为预算期来编制预算 比如说我们以年度的预算为例 就是按年来编 或者说我要按G 就是按G来编 就是以会计期 它的预算期和会计期 是一致的 是吧 那么这个优点呢 由于我的预算期和会计期啊 时间上配比 所以便于我们的 考核评价 对吧 因为我们的实际的会计报表 比如说我们年报 我们的实际结果出来了 那我正好和你的那个 年度的预算去对比 所以这样便于我们 就是考核评价 是吧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由于它是以固定不变的 会计期作为预算期 所以就不利于我们前后 各个期的预算期的衔接 那这个怎么理解 我们一会给大家讲 滚动预算 你就对比来记就行了 就是你这个定期预算 一旦 比如说我现在要编制 假设我们在2018年的 这个年末的时候 我们编了2019年的预算了 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都 过了半年了 对吧 但是它的预算一旦编好 就往那一放 它就不动了 所以它就不利于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预算期的这个 就是等于说前后的这个 各个期的衔接 而且也不适应这个连续不断的 这个业务活动过程的预算管理 那我们对比来看啊 大家看滚动预算 滚动预算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预算期 要逐期连续向后滚动 使得预算期是保持一定的 时期跨度 就是滚动预算的预算期 和会计期是相脱节的 它的预算期的长度 就是未来的预算的期限 长度是固定的 比如说以年度为例 它就始终是12个月 但它可能会跨年度 是吧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滚动预算呢 它的优点呢 就是正好克服了 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定期预算 它是有利于保持 我预算的这个持续性 是吧 而且呢 有利于我们结合 未来的这个业务活动啊 结合我们最近的近期目标 长远目标 而且可以随时去 不断的自己调整修订 是吧 所以可以充分发挥 它的指导控制作用 所以这优点 你就大致先理解一下 你主要注意它的缺点 滚动预算呢 因为它要逐期向后滚动 编制工作量大 我们可以来理解一下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编制 明年的这个预算啊 那么我们 先看定期预算 我们看定期预算 这个方法 那么在定期预算的方法下呢 比如说我们在2018年的 这个年末 是吧 我们快 等于说快到年末的时候 我们就要编制 下一年的这个预算了 我们的预算编出来了 那我们编的预算 比如说 我们编制2019年的预算 那我们2019年 1月份 是吧 比如说我们有关这个 有关的这个销量是多少 然后有关的收入成本等等 然后我就编了有关的这个预算 假设我按月编制的啊 比如说我认为 1月份的销量 我预计我们应该能够实现 100万件 是吧 然后呢 2019年的 2月份啊 假设我们说 120万件 是吧 依此类推 是吧 一直到我们2019年的 12月份 比如说我就 按月来编制我的有关 收入成本等等 那么定期预算 一旦编完以后啊 他就不动了 往这一放 这是我们今年 19年的预算 然后你 每个月的实际结果出来 你可以跟他对比 全年的实际结果出来 我可以和全年的预算 总额去对比 所以他有优点 他的预算期 和我的会计期一致 便于和我们的这个实际的 这个会计数据出来以后 去对比 是吧 实际上一致好对比 但他有缺点 就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假设啊 我们到了2019年1月份 我们发现啊 我们原来对市场的 这个估计啊 太乐观了 其实我们达不到100万件 可能也就80万件 就是刚刚我们一看实际 我就80万件 说明我们原来都高估了 那如果是定期预算 他就不管 反正因为编好了 往那一放 但是我们的滚动预算 是什么意思呢 滚动预算 就要根据我的最新的 实际结果要去调整 是吧 那大家看 我们上面这个定期预算 一旦编好以后 他就往那一放不动了 但是我们来看 如果是滚动预算 他是一个什么样特点 滚动预算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也是 假设我们在18年的年末 我们编制了有关19年1月份 然后19年的2月份 是吧 以此类推 一直到2019年的 比如说12月份 这是我们在18年末 我们编完这个有关的预算了 那么按照滚动预算 是什么意思呢 等到我们19年的 实际结果出来了 那我要去做一下调整 就是根据我们的 最新的实际情况 我要及时调整 调整以后呢 我就要往后 逐期往后顺延 滚动预算的 预算期啊 是始终保持固定的长度 那就说始终12个月 所以你看我在编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在1月末 我的实际结果出来了 我要调整未来 那我们2019年的2月份 2019年的3月份 以此类推 是吧 一直到什么呢 2020年的1月份 那这样的话 你看 我的时间 预算期 就是未来的预算期间 始终是12个月 但是它的这个预算期 会跨年度 和会计期不一致了 以此类推 也就是我 比如说我每个月 都往后顺延 所以我的预算期的长度 是一致的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 到2月份 也就是说 它始终是12个月 但是呢 它会跨年度 所以这两个预算的优缺点 你想滚动预算的 工作量比较大 但是滚动预算有优点 它能够使我们的预算连续 是吧 而且可以根据最新的情况 及时调整 能够更好地发挥 它的指导作用 但它也有缺点啊 工作量大 而且我们在考核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你的预算期 和我们的这个 会计期不一致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你用哪一个数据对比呢 有的时候不太好比 所以它俩的优缺点 你对比来记就行了 另外我们在做滚动的时候啊 我们有三种滚动方式 可以逐月滚动 也可以逐季滚 也可以混合滚动 是吧 什么叫逐月滚动呢 就是说它是以月份 作为预算的编制滚动单位 那么逐季就是季度 而这个混合是以月份 和季度来作为预算 编制滚动单位的方法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图示 大家看 我们这个是举了一个 逐月滚动的 我画的图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每个月的月末 我要重新往后顺延 编制未来的 所以它每个月月末 都要根据实际情况 要及时去调整 往后顺延按月 所以叫逐月滚动 那我们再来看逐季滚动 那么这个逐季滚动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在编制预算的时候 是以季度 你看我每个 我就只体现 每个季度的这个数据 而且滚动的时候 也是以季度为单位 比如第一季的季末 我的实际结果出来以后 我就要往后顺延 那就是第二 第三第四 和下一年度的第一季度 是不是 等到第二季季末呢 我再往后去顺延 一个季度 就叫逐季滚动 那什么叫混合滚动呢 就是混合滚动 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它认为啊 人们对未来的了解程度呢 是具有对近期 我们对近期的把握比较大 而对远期把握小 所以呢 我们为了这个精确一些 比那个逐季滚动精确一点的 就离我近了这段时间呢 我就按季按月 然后离我远的就按季度 因为我对未来把握不大 你没必要那么详细 对不对 但离我近的我就要按详细按月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给大家画这个图示 是吧 什么叫做混合滚动呢 就是我是以月和季度 作为编制和滚动单位的 你像我们第一个 这个预算 离得我最近的这个季度 我就按月反映 一月二月三月 但是远期的三个季度 按总的季度来反映 到第一季末出来结果以后 也是离得我近的这个季度 我按月来列式 远期的我按季度来反映 是吧 所以那这个编制的工作量 那么要比我们的 卓越滚动要小一点 要比 除静的可能大一点 但是呢 它可以使我们 离我近的这个时期呢 我们可以详细来编制 是吧 因为你对它把握比较准 对近期把握比较准 对远期把握不准 我们就按照季度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 滚动预算的这个滚动方式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它们你在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滚动预算方法的滚动方式 我们看A逐年滚动 你要逐年滚动 那不成定期预算了吗 就一年年末去搬一遍 那是定期预算 那不是 不是我们的滚动预算 是吧 但是我们有逐季逐月 还有混合滚动 是吧 应该就说 不属于的只有B 只有A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多选题 他说短期预算 可以采用定期预算法编制 他说该方法A呢 说有利于前后各个期间的预算衔接 这个张冠你带了吧 我们是什么呀 这是滚动预算的特点 是吧 所以其实你不用去背 书上的原话 就是理解了以后 你看他选择就行了 再看B 说可以适应连续不断的 业务活动过程的预算管理 这也是滚动预算的 C说有利于按财务报告数据 考核评价预算执行结果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定期预算的 它的预算期和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会计的期间 是吧 也和会计期一致的 所以便于我们进行考核评价 然后D就是预算期 会计期实际上配比 C和D都是正确的 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预算编制方法 其实我们教材 它实际上谈了有三对 那么每一对 它的优区点正好是对应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对 它实际上是按它 这个编制出发点的特征不同 增量预算是以 G7的成本费用水平为基础 是吧 是以历史的实际的 就是活动或者是预算数额为基础 就根据历史期为基础来编的 而我们这个零基预算 是一切从零开始 那么第二对预算是按它 业务量基础的数量特征不同 固定预算呢 是根据单一的业务量水平所编的预算 而弹性预算是多个 是根据相关的业务量 多个业务量水平来 这个编制的 而且弹性预算要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基础的 是吧 然后我们要考虑多个 不同的业务量下这种成本 另外第三个就按照预算期的时间的特征不同 可以分为定期预算和滚动预算 定期预算的是预算期和会计期一致 但是滚动预算是预算期和会计期脱节 但预算期的长度是固定的 比如说我都是始终12个月 但是我可能就跨年度了 对不对 但它长度是固定的 这是我们谈有关预算编制方法 这三对预算 它们相对比的特点 大家主要在客观题里面要预意注意 好 那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